记者陈云桃园报道,机场捷运通车近一年,桃园大众捷运公司首度办理对外招募,今天在开南大学台北科技大学附属桃园农工比试,共5304人应考,争取152个职缺,录取率近2,87%竞争激烈。 由于这次考试报名者众,桃园公司除了协请市府警察局支援警力维持交通,也寄出国家级考试规格,向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申请出动电波侦测车,巡回二处考场,防止舞弊。 桃园公司指出,这次招募的152个职缺中分为营运类、管理类、原住民类、身心障碍类四个类别。 1月29日12点会开放查询比试成绩,2月8日进行第二阶段口试,录取总成绩为第一阶段比试,第二阶段口试各占50%,2月13日将公告最终录取名单。 承办考场事务工作的开南大学表示,开南大学清华高中一与陶杰公司签署三方产学合作的陶杰人才培育计划,开南大学具备陆海空运输科系师资设备,清华高中有轨道修护科,培育轨道人才将更有竞争力。